感谢上帝 我们今天又来到主人圣日 我们在圣日崇拜里面 神应许跟我们同在 也真是常跟我们同在 教我们在主人面前 能够有这种优美的享受 恭敬把这个时间交在神的手中 叛念主跟我们同在 恩拜我们光照我们 教我们得做安慰 得做医治 也得做成全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天后上帝 我们特别感谢你 在各样的艰难的中间 坎坷的日子里面 你跟我们同在 恩拜了我们 一天看过我们过过一天 也叫我们在主人面前 可以这种享受神的恩典跟慈爱 这种怜悯 我们恩惠 可以做随时的帮助 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你 你跟我们同在 恩待我们 光照我们 诗人给我们 我们仰赖你 等候你 依靠你 是靠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 今年一开始的时候 在第一阅份 我们特别有一个系列 叫做 美善生命的 良善生命的追求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是 第四讲 讲到完美的生命 或者美善的生命 我们要一同先来读一段的圣经 在菲利比书这一段经文 讲到基督的德行的时候 永远都会提到这一段经文 保留欠免这些菲利比的基督徒 他自己在监牢里面 我们知道菲利比这一本书 我们叫做 俊丽书信 他是在监牢里面写的 他在菲利比那个时候 被关照监牢里面 无缘无故的 就是因为他医治了一个被鬼负责的人 而那个菲利的主人 因为失去了德才的猛路 就松动了众人 把保留下在监牢里面 他竟然在监牢里面 洗落的唱歌赞美组 监牢开了 他出来了 带领他们生 带领他出来 出来以后 竟然到伊迪亚的家里去 一同敬拜 一同赞美组 而监牢呢 把他们带到家里去 替他们洗了伤口 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面 监牢的看守人 竟然问保罗说 我们要怎么醒 才能得救 那一句话特别宝贵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 就比得救 成了一个明眼 做了很多基督徒 得救的因素 知道 人有一个 失落的盼望 得救的盼望 至此以后 费利比的基督徒 费利比的教会就建立了 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 是费利比书第四章 比八节开始 弟兄们 我还有未尽的话 凡是真实的 可敬的 公义的 清洁的 可爱的 有美名的 有美名的 如有什么德行 如有什么称赞 这些是你们都要思念 基督徒那是思念 有美名那些可爱的 其实我特别在查 关于梅是什么 梅其实没有标准 各种文化 各种的群柱 人的习惯 对梅的观点 特别足够 那很奇怪的 仇就有标准 一个不感人的人 一个不懂得感恩 不懂得感谢 这种人 就特别令人讨厌 高傲的人令人讨厌 那梅的人 这个梅这个字 其实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很可爱 梅的反义词 就是愁 愁有时候叫是丑陋 有时候叫丑八卖 一个人生气的时候 一个人骄傲的时候 是最丑陋的 那美的时候呢 就是多少缺嘴呢 只要笑 也是好可爱 好美的 小孩子呢 我们一般来说 女人跟小孩子 是有一个美学的 知学家说 其实美从女人 跟小孩子看 都是美的 也就是指做可爱的意思 所以基督的生命 是很可爱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神的爱 创造天地的主宅 爱他 所以这种观点里面呢 我们大约 不论信或者不信 不论哪一个人 在社会上 哪一种借记的人 只要他有一个神的爱 在他里面 中国人特别 古代的 这个言识里面呢 我们叫做情人 眼中出息思 被人爱的人很可爱 有爱 能够爱人的人更可爱 也都很美 我很小的时候 就发现一件事情 我问我妈妈说 为什么坏人 又丑又肉 很可恶 脾气特别不好 常常生气 坏人丑陋 妈妈对我说 不论坏才丑陋 那是因为呢 他丑陋 给人讨厌 人家不过爱他 他没有人爱就丑陋 而在长大以后 在思考跟 心理学的研究中间 真的是如此 一个丑陋的人 从小 他的生活特别困苦 给人轻看 人家看 人家看不起他 人家看不起他 却嘴的人呢 人家都笑他 下眼的人 人也笑他 不小的人 走路都古怪的 一波一波的 人家都看不起他 贫穷的人 衣服 简陋的人 连狗都废 连狗都废 美国人的狗 四粒人都要命 我们 常常骂人 叫做你狗连看人 你看我穷 我穿的衣服不好 你对我这么凶 这么丑陋 你穿得飘飘一点 狗都不敢靠近你 怕你 狗连看人 这句话太可怜了 很可恶了 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穷了 丑陋了 常被人看不起 常被人欺负 所以他脾气里面呢 就运寄了很多的怨恨 埋怨 有很多事情不敢暴打 只能叫做尾巴左 天天在这种的 环境的压力里面呢 那不愁也就愁了 很可怜的 媳妇 吓人的媳妇 很少人爱他 很奇怪的 这种呢 到底是愁造成 恶 或者是恶造成愁 这个苏先苏后 其实是替换性的 但是心理学研究里面 真正实实来说呢 还是因为人的败坏 犯罪的人 一般都是 凝宠欠欠 他没有路走 他一做坏事的时候 人家就 Branding Branding就是给他印了一个 伤痕 有一个落印 在他的 生命的中间 这个落印造成了他的丑陋 也造成了他的凶恶 恶者更恶 仇者更丑 社会 人际之间的关系 都是有几种的现象 把一个人 搞坏了 那我们感谢上帝 我们都是罪人 大卫说 我在母亲的怀胎里面 就有了罪 有了孽 因为这个缘故 心理学的研究里面 每个孩子出生的时候 都大哭了 他是叫做 trauma patrum 他离开母腹的时候 真的很大的一个惊吓 畏惧得不到 怎么生存 像一个小孩子 像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 无人为力 小子一复旦一出来 他就可以走 就可以跑 你知道吧 带叔 带叔生下来的时候 比小拇指还小 小小小的 他有一个喜马拉雅山 奶头是在妈妈的袋子里头 而袋子从他出生的地方 看上去就好像看喜马拉雅山一样的 那么难 而这个母亲真的很缺德 用石头一直是填 那个告诉他 这一条路用石头填 其实带叔的毛 应该是很粗的 但经过石头一填了以后 变成花都不得了 他要爬上去就花下来 爬上去就花下来 但是他如果爬不上去 没有找到他的奶头 这几个钟头里面 没有爬上他的妈妈的袋子 嘴里没有那个奶头 那包食不悟 可怜的不得了 但是他确实 大自然里面有一个神的恩典 给他一个力量能够爬 结果就爬上去了 所以带叔都有后代 很少一个早餐 或者是流产的 或者是早死的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在这些事情上 上帝愿意他是创造的 身养众多偏蓝全地 也为这个缘故 多么艰难 仍然是爱了过来 也活了过来 我们很感谢上帝 其实就是艰难 就是环境很低 E 英文就是hostile environment 不让你生存的 Erik Lang 干旱之地 仍然可以生存 但在社会的印度里面 人就是如此 当你软弱的时候 全世界人都欺负你 当你贫穷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看不起你 认定你根本就没有机会 不给你机会 没有权利可以活下去 但是感谢上帝 基督徒在神的恩卷里面 就是因为神的善良 祂的美善 恩待了每一个罪人 当我们来做罪人的时候 我们做神的敌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竟然都是 为我们的死了 朋友们 这么大的爱 不是人间而来 那是从上帝而来 所以第一点 我们要看到神的美善 到底是善由美而来 或是美而善而来 不论是美善 或者是善善 但是真正的完善 是美又善而善又美 也就是这位善非 在美的研究里面 不论是哪一个时代的 从古希腊开始 他把真善美 所以自然界给人一个唯一的启示 他把三个混为一谈 美就是善 善就是美 也就是真 反而是现存的 大自然 它的本质就是真善美 而事实本来就是如此 但人在研究的构成里面 把它细节化了 很可惜 从希腊自修的开始 他们叫做启蒙时期 美的启蒙时期 美就是神的创造 不论有什么产缺 都是美的 因为上帝是善良的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我们讲到良的时候 我们讲到神 我们讲过这个事情 善是良的必然表现 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 我们特别感谢上帝 是神 是正确的 是政治的 是最实在的 在上帝创造的时候 祂是不吃这人 善待人的上帝 神的良善 神的美的基础 美 虽然在知识的分析里面 到底是客观的 主观的呢 是不是正确 好好地分析 你会发现 不是主观 是绝对可观的 因为神 先创造了一切 祂说创造了一切 没有什么残缺的 当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 祂的日子很艰难 来到自己的地方 圣经特别说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祂 祂是万王之王 祂是万祖之祖 祂是一切的创造者 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竟然不接受光 拒绝了光 祂来了 可定没有地方 也只有马朝等待着祂 好像在拒绝祂一样的 但祂也身在马朝里 我常常说这一句话 祂可以身在马朝里 因为祂不是马 身在老马朝里 不一定是马 但感谢上帝 祂把马朝成了宝座 神不是敬拜的地方 神那些智慧的人 寻找祂 找到祂 并且愿意臣服于祂 感谢上帝 祂是最美的 也因为祂的美 我们叫做必然的美 因为祂是创造者 以为这个缘故 才有美的观念 叫主观的 叫人 人是最主观的 人第一个印象就是知识性 他有主观的时候 他就确定了祂的存在 也为这个缘故 给我们看见 美跟满 是接连在一起的 我们叫做美满 也有缺缘的时候 因为缺缘不是必然的 他虽然是一个过程 但是 一缘的时候 客观的事实 让人看到 真正的主观 必然是圆满 也为这个缘故 任何一个文字都有这种的形容 真正的客观 是主动性的 大有能力的 就能不能不接受 有隐瞒的日子 为这个缘故 善劝你们 应该打开你的心 看见 真理是什么 真理是绝对的 真理是圆满的 真理是美满的 跟随上帝 在基督教的真理里面 耶稣基督的福音 反劳固单中单的人 可以到这里来 你要各做安息 也可以享受安息 但是你要绣我的 绣我的样子 复我的儿绣我的样子 你们就必想安息 人在哪里 没在哪里 只要你懂得去欣赏 你可以真正的享受 不论有多少的欠欠 只要是神所造的 是神所给你的 都是最美的 我曾经讲过美的一个 深刻的意思 我们对很多的东西 很多的不满 特别有一件事情 你要小心 但你看到烦了 天天都是怎样的事 你不懂谁给你的 你所依道立切 是神给你的 是上帝所造的 你就是天上来的事物 像以色列人在旷野 不重不收 不耕不云 神给你和马娜 他们吃到燕饭 买燕了 宁可回到埃及去 没有肉 使那安城 飞到他们中间 让他们去抓信 吃完啊 买燕没有食物 有了安城 买面没有葱 没有香料 他们成了上帝所厌烦的人 他的心 神的心不喜欢他们 成了一个很丑陋的 不论在信仰上 在宗教上 在行为上 是神所厌烦的人 烦了 厌了 结果呢 不能进到家人的地区 没满幸福之地 没有他们的分 但是就开到我们的心 了解一件东西 我们神所做的一切 没有一点的错误 我常说三不误 神不误实 祂是即时营 那你最需要 需要的时候来了 供应你 祂不误实 祂用命的不误实 更宝贵的祂不误人 没有错误的对待人 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 祂整个经历的总结 祂说 天父上帝 我感谢你 因为人的美意 本质如此 聪明通道的人 自以为有智慧的人 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智慧 也不懂得什么是聪明 对神的旨意 埋怨 看不到 神的创造是奇妙可畏 是神功归服 壮美 壮美 柔美 秀美 是奇妙 是可畏 但是我们仍然在买眼 但是你 因着看见上帝的 美善 你能跟耶稣一样的 感谢上帝 因为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 祂是真正的客观 不是祂主观而已 让祂的客观 成为你的主观 当你选择跟随祂的时候 你发现 祂不但是美 祂是善 祂是可爱的 任何一件事情 出于神的时候 圣经特别说 小孩子 耶稣也曾经做过小孩子 那一样跟你 我一样的 那神的时候 也是哭着来的 但祂没有一直哭 圣经说 十二岁 祂上圣殿去 祂都被瞧瞧 玲珑 智慧 对大如硬 祂不懂的问题 祂就去问 宝贵的一件事情 有些小孩子 问问题的时候 都是给人讨厌 烦得不得了 但很奇怪 他们静齐祂的智慧 玛利亚 找不到祂 走了三天 回到耶路山去找祂 看见祂在那些智慧人的中间 一面问 一面谈话 玛利亚焦急地对祂说 孩子啊 你叫我们担心啊 玛利亚又是很好的父亲 很好的家长 玛利亚也是 有一个很好的孩子 带祂回家以后 圣经特别说 祂的身材 祂的身量和祂的智慧 一起的增长 上帝和人喜爱祂的心 也一起的增长 表明 耶稣 追求智慧 但是也是顺步祂的家长 特别感谢上帝 很可爱的耶稣 他的童年特别可爱 在教育学里面 我们看见几个事情 一个人的童年 我们算是 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有一些人很追求 但是令人讨厌 所以不应该问的时候问 在不应该动的时候动 那是调皮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寻规到极 就是他到他长大的时候 他曾经对 十七万说 你暂且 照做立法的要求 寻规到极 做一个顺命的孩子 顺命的青年人 让上帝 和人喜欢他的心 一同增长 并醒了 这个叫完美 完美没有办理 完美是真正的顺命 听命于上帝 寻规到极 按程式的 按次序的 忍耐 顺服 是美是善 是善的美 就因为美 所以他不是 真有胆量而已 他那是勇气 应该做的去做 不应该做的 不要做 要等候的就等候 要创意的就创意 这种的生命 是真正事实的 可以在神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 在人的喜爱 在人的恩宠 圣经有一句话 特别宝贵 在任何一个文化里面 任何一个群体里面 任何一种系数里面 都行得通了 这句话是这么说 敬畏耶和华 是智慧的开端 人要有一个敬畏的心 中国人 把人与人之间的敬畏 人与人 当做的事情 用两个字来形容 对老人家是孝 对同辈的人 年轻的人 是弟 孝弟之道 这是家教里面 儒教的一个思想 特别重要的一个事 这是真正的善跟良 但是主恩贷 我们能够有这种善良的生命 这种美善的生命 就是应该做的 是很迁徙的 很顺命的 很和顺的 一种的表现 一个生命的表现 这种的表现里面 他的结果就美名 他有真正的成就 不是意识的成就 那是真正的成就 事就这样成了 耶稣在事事加上 他走完了人生的道路 最后他说了一句话 成了 那一句话的希腊文 是一个过程 是一个结束 且是一个元序 是继续地完成的 特别的宝贵 他得出了上帝的愿 也让人得出上帝的恩宠 他走了应该走的路 欢喜快乐地 享受上帝的同在 完满地成就 他的使命跟他的事工 也因着这个原因 那都是上帝的恩宠 那都是上帝的恩宠 神的事在他的手中 成就了 叫神得出冤 也叫人得出恩宠 美善的生命 是幸福的 不是他自己的问题而已 他把真正的幸福带给人 今天幸福的寻求 常常被人误解 也被人去解 人的幸福常在建造 在别人的痛苦上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幸福 不是你受苦 让你所爱的人 享受 那就是一个幸福 人对人 在全力的交易里面 你要得出好处 你的幸福建造在别人的痛苦上 而你的幸福 叫父母亲受苦 但不要紧 因为爱人缘故 你就牺牲了一切 你不在乎 在心里的分析里面 真正的幸福 不是人为你付出 你得出了 你就幸福 别人永远是损失的 在得失的关系里面 人得了就很幸福 人舍了 他是牺牲 但因为爱 他也很幸福 他得出了安慰 看见你成就了 有一位夫妇 天天吵架 很可惜的 就是因为 这个太太 没有那么多的学问 丈夫 是一个老师 有一天 丈夫车祸 眼睛下了 在她下的眼睛里面 那个过程里面 她才知道 原来她的太太很平平的 没有什么修文 但她的太太 整然是很爱她 长话短说 她最后的结果是 太太 送给她的先生 一个眼睛 眼睛下了 让她的先生 眼睛张开了 看见了 得了光明 开刀以后 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丈夫不让太太来看她 她看不起她的太太 没有修文 没有漂亮 到她第一个眼睛看开 第一次看开眼睛 看到她的太太 瞎眼的时候 才知道说 太太爱她 把眼睛送给她 那个时候 她在旷人大悟 原来 爱是这么美 可以为她牺牲了眼睛 她感激得不太了 她眼睛张开来 看见她太太 虽然下了眼睛 却是特别美 没有修文 不能好好地做事 但是因为爱 看见那个美 从那个时候开始 她特别爱她的太太 她觉得她特别幸福 有一个很好的太太 提起她 为她 献上 太太的眼睛 她的幸福是建造在 太太的牺牲上 今天就是在基督教 有时候也会有这种的信息 耶稣为你 十圣流血 并在十字架上 让你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你成为神的儿女 是因为她的牺牲 让你知道她的爱 她的美 但是这个仍然不够完善 我们的主是福祸的主宰 她拾去生命 她有钱并放弃 她有钱并堕毁了 她是大人的主 她是善良的主 但更宝贵一件事情 她的牺牲成全了你 但事实上 她没有完全的牺牲 她那是真正事实的 得胜 而且得胜由于 让你共享她的恩赐 不是让你的幸福建造在她的痛苦 她的牺牲上 本来是幸福的 她跟你同享幸福 这个伟大的救恩 为你感谢上帝 这是真正的美善 这种美是大人的美 虽然在疑欲上 我们叫做牺牲的美 但在事实上 竟然是大成全 大能的美 我们的主 是全能 是大能的主 是全辈的恩典 全辈的救恩 以你共享 她的作为 因为她创造你的时候 本来就是美 让你有她的样色 有她的形象 我们感谢上帝 可以在神面前 有欢乐的感恩 愿意把自己 放在 她的天品上 她说 我从今以后 不称你们为仆人 那称你们为朋友 由我的尊贵 我的荣耀 我的智慧 我的全能 跟把圣灵赐给我们 叫我们在她里面 得到圣灵的充满 满有能力 可以把福音 把你所得出的恩惠 传遍天下 以人分享 感谢上帝 荣耀的恩主 美善的主 是荣耀的 是本质性的荣耀 他说 信活的人 要从他福里 流出 活水的江湖 是用之不尽 取之不绝的 美满 丰满 感谢上帝 当年你 能够打开你的心 接受这位救者 跟他同享 真实的父老 这就是福音 是基督教的信息 是真正的 美善的生命 当年你我 一同来享受 一同见证 主的完美 阿们 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特别谢谢您 今天再次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看到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福音的信息 叫我们认识你的美善 我们可以欢喜快乐 可以满心感恩 因为耶和华 把我们带回了 你一路的中间 回到神的家里 一同享受 家里的父落 真正的幸福 但你只带领我们 保守我们 使我们奔向神的道路 在西安的道路上 可以荣耀上 因为耶和华为我们行了大事 我们好像做梦的人 我们心中喜乐 淋漓欢唱 为主做好的见证 做主顺命的儿女 是靠耶稣基督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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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 阿们 我们在 crust 小费 阿们 小费 阿们 很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